前面呢咱们讲了这个微分方程的概念 以及五个常见的 是吧 或者说常考的一节这个微分方程 尤其是前面的这个三个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以对应一下 看看这种题目怎么样去做 就是一节微分方程 它在考研的题目里面是怎么出的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好先看一下这个例一 就是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 大家看Y一片呢是一个商 对吧 好大家一看的话 这个形式上来说 XY是分离的 OK 所以呢 当然这是一个填空题 填空题呢没有必要写的这么严谨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可分离变量的 可分离变量的方程 那我们把它分到一边去 就写这个DY比上DX OK写一写吧 好吧 X分之Y乘以1减去X 把DX除过去 把Y除过来 是吧 好那就是Y分之什么呢 DY 等于这是X分之1减去X倍的DX 是吧 也就是这个样子 写的好看一点 Y分之DY等于X分之1 减去1 好 DX 那我们当然两边积分 Y分之DY 就会等于什么呢 X分之1减去1 DX 好这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X分之1 或者Y分之1积分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绝对值的问题 好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正中说明一下 就是一律加绝对值 然后再去这个绝对值 根据题目有没有条件 或者说绝对值等于A 就是X等于正负A 就这样的一个一律 先加绝对值 那有人说后面的一阶线性的方程 为什么你就一律又不加了 这个呢 是一些小细节问题 我们要看后面的再说 一阶线性的话呢 我们遇到X分之1积分的话 往往就不加了 那为什么不加呢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C 那会乘以一个C 所以那个地方加不加呢 问题也不大 好这个我们一律去加 LawenY的绝对值 那这个就是它对吧 那等于Lawen什么呢 X的绝对值去积分嘛 然后呢 一项一项的积减去一个X 再加上一个CE 比如说为什么你有预见性 写个CE 因为我们后面要去 这个把绝对值去掉的 去掉之后呢 可能换一个新的记号 所以我们往往写成个CE 好 然后把它挪一下W 一到左边来就剪 剪的话就是Sung 对吧 写在对数里面 好 就是一个-X加CE OK 好 然后呢 这个利用对数和这个指数函数的关系 那Y比上X的绝对值 就应该是E的某某某 是吧 那就是-X再加上CE 好 看好了 E的CE是一个常数 E的-X 然后去 好 这样呢 我就把绝对值去掉了 某某某的绝对值 等于它 就是等于什么呢 正负 是吧 E的CE 然后呢 是E的-X 这个正负嘛 还是一个常数 正负某某某 E的CE呢 是个正数 好 那就是C倍的 E的-X 那最后呢 把这个Y解出来 这是你的义务 一定尽量的把这X的显示给我写出来 好 所以最后的通解呢 就是它 我们的答案应该写成Y等于什么呢 CXE的-X OK 这是可分离变量的 这样的一个方程 那这个题目里面呢 有一些细节问题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分离变量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把X写到一边 Y写到一边 然后积分的时候 只要出现一个C就OK了 见到X分之一或者Y分之一呢 一定是Low on X的绝对值 和Low on Y的绝对值 然后呢 我们去掉这个绝对值 这个地方呢 有同学会怀疑说 正负E的CE次方 它是非零的 为什么呢 你这个C呢 没有任何限制 那个C呢 应该是属于任意常数 是吧 其实实际上就是那个 Y等于零呢 实际上是你漏掉的一个特解 所以需要补回来 好 这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二 例二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微分方程 看一下这个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呢 貌似是吧 貌似不是很普通 因为这个Y匹前面的有一个X 所以需要去变形 然后呢 又满足一个条件 所以的话 这个肯定求出来是个特解 所以注意 刚才那个例一呢 做的是通解 而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特解 因为它有一个粗字条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程 变一下形 我们这个 假如说这个形式的话 把它变一下形 就改写成了什么呢 左边两边都同时除以一个X Y一匹 再加上X分之二倍的Y 等于这个LONX 好 注意这个X其实是有限制的 X肯定是大于零的 既然LONX都出现了 X肯定是大于零的 否则的话 它压根就不应该出现 对吧 好 这是Y一匹 加X分之二 加Y 这就是你的P 这个就是我们的Q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公式 所谓的公式吧 那这个通解就可以写出来了 Y呢 就是E的负的P 是吧 X分之二DX 然后再乘以里面的Q LONX 然后乘以E的P 是吧 X分之二倍的DX 然后又积分 再加上一个C 不管你记不记得住 反正要记住 否则的话 那你就要用其他的 所以积分因子法 或者是常数变异法 那对你的要求是也不低的 也不如是十几个老细胞 把它记住就得了 好 然后呢 我们一个个来算 这个是两倍的LONX 所以是E的负二倍的LONX 我们不加决定值 原因就是既然出现了LON 它肯定是大于零的 好 然后LONX 这个地方是E的什么呢 两倍的LONX 是吧 然后再积分 再加C OK 好 去算一算 LONX E的LONX 是X 所以这是X的负二次方 看好了 X平方分之一 千万千万别搞错 不是什么X X减二是X的负二次方 是X平方分之一 好 然后里面呢 是LONX 好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X的平方 两倍的LONX 是X的平方 然后呢 把它积出来 X的平方分之一 这个里面的话 去做分布积分 结果是三分之一倍的 X的三次方 再减去 这个九分之一倍的 X的什么东西 X三次方 乘以LON sorry 分布积分 LONX 减去九分之 X的三次方 这个不难做 其实以前也做过 这题目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加上一个C倍的 把它写出来吧 加上这个是 X的平方分之C 好 注意这个 Y1是等于什么呢 负九分之一的 好 我们带你去 1带你去的话 这个地方是等于零的 是吧 这个地方呢 本来就是负的九分之X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C呢 给求出来 这恰好是零 恰好是零 所以呢 它的这个解释 特解 Y等于 它做出来是 三分之X 乘以LONX 然后呢 再减去 是吧 九分之X 好 这就是特解 注意这个 要把这个常数C 给求出来 好 这是一个 变形之后 得到的一阶线性 VM方程 一阶线性 VM方程 而且是非其次的 求特解的题目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其次方程 其次方程 有的时候呢 计算量还不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VM方程 DY比DX呢 等于Y分的X 减去二分之一倍的 Y比X的三次方 然后满足它的一个特解 看清楚这个特解 好 注意这个情况 YX等于1的时候呢 是等于1 也就是说是Y1呢 等于1 其实一般见到这个Y1啊 我们总是认为这个X 就是右边的一只 有人说这个很霸道 但实际上考验的题目 它就是如此 就是某某某特解的话 往往就是一只就行了 所以X呢 就认为它的大雨林 就完事 小雨林那边啊 其实它是另外一个函数 只不过呢 我们硬实深的把它挺在一起 好 这题目呢 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合适 因为它直接就把你 写成了一个可分离的 所以这个没什么话说啊 就可分离变量的 毫无疑问 所以我们总是令什么呢 令这个Y比上X等于U 好 注意啊 DY比DX就是 一个层积的导数公式啊 就是U加上X U一匹 所以呢 呃 这个方程呢 就化为 变成了这个东西了 是吧 那就是U加上XU一匹呢 就是等于U减去二分之一的U的什么三次方 OK 好 分离变量了 XU一匹等于负的二分之一倍的U的三次方 两边这个U消掉了 那 好把它挪过来 啊 这个 挪过来啊 DU比上U的三次方 分之什么呢 分之这个 负二 啊 挪过来啊 等于什么呢 呃 XU一过去 是吧 就它 好 然后呢 我们两边去积分 OK 两边积分 好 这个就积出来 正好是U的负二次方 啊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 做题目 做出经验来了 为什么把负二提过来 啊 U的负三次方 它的原函数就是呃 负的二分之一倍的U的负二次方 是吧 这样的话 就成它了 然后呢 右边呢 记个分啊 等于LawinX的这个绝对值啊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啊 我就先给你写一写再说啊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啊 左边的话 U应该是Y比X 也就是X比Y括号的平方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 把这个C1给解出来啊 由于呢 这个Y1呢 是等于1的 我们可以推出这个C1来 好 把E1带进去 这个等于0的啊 这个是等于1的 所以呢 这个C1是等于1的啊 千万不要认为啊 这个长值条件 一定永远等于0啊 这个是私修饰 算出来就好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呃 Y比X就做出来了 好 Y比上X的平方 倒过来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1加上LawinX的绝对值 分之什么呢 分之1 好 然后呢 这个把Y做出来啊 Y呢 就应该是正负 是吧 OK 好 路过去啊 开根号 根号下 1加上LawinX的绝对值 分之什么呢 分之X 好 但是注意 又又又这个逆 Y1等于1 这个是大于0的啊 这大于0的 所以这个负号是去掉的啊 也就是说 它的通解应该是没有这个负号的啊 注意这个 是吧 就是X比上什么呢 根号下 1加上Lawin 这个本来应该加绝对值 但是我们标准的答案是不加的 为什么不加呢 我们总是取它的一支啊 就是LawinX绝对值的话 以后看到这个出此条件的话呢 我们就只取一支 如果没有出此条件的话 那可能就要加绝对值了 啊 这是给大家说清楚 也就是说这个答案最后的应该是写成 根号下 1加Lawin X分之 X啊 没有绝对值啊 没有绝对值 也没有正负 啊 因为我们啊 做出来的是一个特解 而且实际上是应该是特解里面的一支啊 这个X是小于0的那边 我们不要了 啊 这是我们这个 呃 在考验的做题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选择填空的时候 啊 要注意的一个原则 好 关于这个一阶线性微温方程啊 及其解法 好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看一下这个二阶微温方程啊 首先呢 是这个可分离变量的